就像我剛才說的 在裡面還有 因為這個計畫呢 其實很像一個有機的作品 它會不斷的延伸 我們在裡面 剛剛看到了三位運動員 我在問他們的是 你人生的後勁 還有你怎麼面對生活的不共艱難 在這裡面我們也會有 然後問 好像大家覺得是 魯蛇的人 他怎麼跟這個世界一直摩擦 然後繼續去運動那一次的情況 就算每一個都在笑你的時候 甚至我們 之後要做的就是 跟抑鬱症 四夏未遂的人去聊 很多的他們的心路議程 還有 還有 還有跟粉絲 因為是想要為粉絲寫一首歌 後來我們做了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粉絲他 為什麼有時候 你會發現也許粉絲比在台上的偶像 更有那個熱情 不理不及的熱情 反正有很多很有趣的問題跟角度 然後 每一個我覺得可以讓大家會有很多新的想法 或者突然會有一些感觸 然後我跟一個作家我覺得很特別 我跟他聊的是時間 你在時間對你來講到底有什麼意義 還有什麼遺憾 然後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而且我們會一直做下去 你現在做這個計畫 好像是在拍一些 一些人的生命故事他們都不放棄 那你有想過說 為什麼自己不放棄嗎 以及有什麼呼應嗎 對,謝謝 我其實每一個在問他們的問題啊 都想在問自己 我每次在問他們的時候 很多問題都治癒了我 而且也給我更多的勇氣 我為什麼沒放棄 其實跟 跟王建平、惠若琪、林書豪 他們很相似一點 我們愛這件事 你知道我在問王建平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的一點是 我們都在想 他一定會想 我就是要盼回巔峰 然後我想要賺更多錢 然後怎麼樣 他沒有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放棄 然後你 你假如在那個 棒球農場 在學的時候 你那時候受傷了 你想的是什麼 他這樣告訴我說 他是想多學一點點 因為他想要教 更多現在的年輕人 棒球 如果他能夠學會這些附件 他就不會讓他們受傷 他真的愛棒球這件事 他其他的東西沒有想那麼多 他就愛這件事 而且他的愛並不是很自私的 我只要自己說 他想要讓其他人能夠 得到這份棒球熱愛的延續 我就覺得 哇 而且你只有5% 只有5% 第一年到5%你覺得會有奇蹟 到了第五年第六年之後 我覺得沒有多少人能夠堅持下去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特別的 那 惠若曦 他 看到王建民的時候 他 講的一個很特別的 他說你知道 麥克風捅過來的時候 是期望 可是 也是壓力 每一個人在問你 你什麼時候會好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在問你 你是不是不會好 只有這些很細微的東西 是你需要真心打開的時候 能夠得到的很獨特 如果你帶著答案去找他 你不會得到答案 他們給你都是很驚訝 所以讓我覺得 哇 我來做這件事太酷了 這些東西值得被聽見 看見 好 呃 謝龍哥 就 Holo的老闆他 是當初最早第一個來跟我說 你要做唱片 他在我在拍電影 那時候還在剪輯的時候 還在忙的時候 他就來問我 那我跟他說我現在就想做電影 就是我得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做完我每天都在剪輯 然後再做後製 那他當初在跟我說的時候 我跟他說如果要做音樂 我想要做一個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 音樂不該只是唱片 不該只是一種媒介 我們要傳達的是故事 人的故事才精彩 可是他可以被電影 電視 劇 音樂 所有的東西 這些東西是吃媒介而已 後來 當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給他看 對 我給整個俄羅的所有的朋友看 他們就馬上理解了 馬上懂了 然後 被其中的點點點點點打動了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來做 我們來做一個新的嘗試 唱片圈沒有人這樣做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對 他們是真正理解的 我覺得你需要找到理解你的同伴 一開始跟大家講的時候 他就覺得 What 什麼東西 但是 有些人真的會理解你 那 何樂何不為 那應該加入了什麼 我現在還沒有見到他們 對我還沒有見到他們 但是我知道 他們都在各自做的很酷的事情 我看到 善逸姐 他在做了一個新的歌 在講 什麼是不美 對 我覺得 哇 超酷的 對 然後信 信我們比較熟 但是其實我們 在 佛家人以後 我們現在還沒有彼此見過 對 那 聽筆的話 如果幫他寫歌也是很酷的 對 所以我們還沒有見過 但是大家都在各自做的很酷的事情 這個很像一個什麼呢 很像一個復仇者聯盟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 大家 各自在做的不同的事 但是 為自己想像 去努力 然後這個地方 可以讓你 肆意的會散 這個低潮型啊 從拍電影到創片 那邊接著三點的時間 但是在時間 我很想感謝 我的朋友 對 我的朋友們 他們 最酷的是 因為那時候 我在拍片的時候 正是我媽媽 得癌症的時候 所以兩邊飛 飛來飛去 然後再 又在拍片 可是他們每一天 對 就八個人的群組 他每一天 一個一個人輪流 去陪我媽 甚至幫我媽洗腳 陪她聊天 然後 去採衣瑜伽 而這甚至不是他們的媽媽 不是他的親人 可是他們一直幫著我 一直去做這件事 那還有當然就是我拍電影的所有的夥伴 對 這件事我覺得是 我會一直做下去的 對 那我很感謝我這些朋友 人生有價的朋友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很幸運 當然我現在在做新的劇本 可能不只是電影 還是劇 然後 也會繼續做我的 你說我聽著的這個計畫 社會影音的小說 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有很多種可能性的 它不只是 音樂 它有很多種可能 最大的收穫就是 你看懂了很多東西 對 我們去真正拍電影的時候 你會理解到一定的東西 是 其實看電影有很多種角度 做配樂的人 用耳朵來看電影 然後杜吳之老師他們 用聲音也是用耳朵來聽電影 做剪輯的用腦子來分割電影 做視覺的攝影師 然後調光師所有人 用眼睛來觸碰電影 你當你走完這一圈 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懂了自己的生活 你看懂了很多事 太有趣了 我有一個小故事就是 我在調光的時候 我們在調一個天空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 這是他回憶裡的天空 要完美無瑕 要非常的浪漫 結果我們調了七個小時 調到快吐了 就在過濕味的差別 調到快吐了之後 最後終於調到一個 覺得完美的天空 然後走出來 調光師 那時候已經從半夜以後 到了天亮 然後走出去的時候 看到 外面的天空才是完美無瑕 老天已經調好在那裡給你了 對 我就覺得 哇 我們做不到完美的 可是我們可以試著去感受 太奇妙了 耳朵 耳朵就是消失的部分不會回來 對 就大概二三成八成吧 一些些消失的它不會回來 可是還好 就是 就是你的問題我都還聽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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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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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勻 好 好 好 lubricater 好 好 好 阿Τ connecting 好 的人 謝謝吧 大哥還有哪裡嗎 哪裡要放麵 好 謝謝